第十九 受用具足 这一篇经历 讲受用具足 就是 我们所谓的 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 学习环境 样样具足 没有欠缺 我们在这个世界 以求求来说 日常 所想得到的一些参考资料 常常感觉的不足 所以读书 为什么要进大学 大学有图书馆 这些资料 收藏的很丰富 你所想得到的大致上都能够找得到 小道场就感到不错 学习细多多小道场 连一部大藏经都没有 现在的印刷书 现在的印刷书发达 成本很低 这些刷书馆 流通量就大了 在宋朝之秦 书籍 书籍都是手写的本 我们就知道 那是多么可贵 物以稀为贵 手写的本 数量很少 印刷书发达之后 虽然有刁板 很笨拙 印刷书 印刷的数量也不多 几十部 几百部就非常之多了 现代的印刷书 古人 无法想象 在他们看到的 波克斯 地球这么大 需要的人这么多 还是不够用啊 我们印刷书本 一百万本 地球上人口 将近七十亿 还是太渺小了 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不一样 样样之处 你所想要的东西 不需要找 动个念头 你书房书架 就放满了 你不想要它的时候 连书架都不见了 干干净净 业无所用 你说你多自在啊 下来 我来说你多自在啊 或是 帽子 你什么 我来说你多自在啊 我来说你多自在啊